抵抗力差,喝老母鸡汤可以大补,辟谣,肌肉脂肪票令高,不宜多喝,想象一下家中有人感觉身体疲惫,或许是抵抗力下降了,这时总有人会建议,来,炖一锅老母鸡汤吧,补补身体这样的建议听起来充满了关怀和传统智慧,但是老母鸡汤真的是万能的补品吗? 在这片充斥着各种健康建议的信息海洋中,我们如何分辨哪些是真正有益于健康的,镇守健康的守护神,鸡汤的真实面目,老母鸡汤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强烈的天然补品,其声望几乎遍及每一个文化和社会,然而,其真实的营养价值和对人体的益处究竟如何? 让我们一探究竟,首先,老母鸡汤富含蛋白质,这是无可争议的,蛋白质是身体修复和构建组织的基石,对于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 此外,鸡汤中还含有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如维生素B群和矿物质钙、磷,这些营养素对骨骼健康和能量代谢都有积极作用 然而,鸡汤之所以被视为增强抵抗力的灵丹妙药,并非仅仅因为它的营养成分 研究表明,适量的鸡汤有助于缓解感冒症状,如减轻拥堵感,可能是因为其温热的特性以及能够增强身体水分和电解质平衡的能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鸡汤可以作为药物来使用,而是作为一种营养支持,在整体健康管理中发挥作用 对于中老年人群而言,合理摄入鸡汤可以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为身体提供必要的营养支持 然而,关于其大补效果的说法需要更加谨慎的评估 由于鸡肉,尤其是老母鸡的脂肪和票率含量相对较高 对于有糖代谢异常或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的个体 过量食用可能带来不利的健康影响 科学角度解析鸡汤的补益效果不仅是温暖的传说 长久以来,鸡汤被誉为增强身体抵抗力的灵丹妙药 特别是在中老年人群中享有盛誉 但究竟是什么让鸡汤成为了这样一个备受推崇的补品 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探究这一现象 首先,鸡汤富含蛋白质 这是构成人体细胞和组织不可或缺的元素 蛋白质的充足摄入对于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 其次,鸡汤中还含有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维生素B群、磷、钾等 这些营养素对于保持体内代谢活动和增强免疫力有积极作用 然而,虽然鸡汤提供了这些营养素 但仅靠鸡汤来显著提升免疫力的说法并没有得到科学研究的坚实支持 实际上,增强免疫力的过程涉及到复杂的身体机能 需要多种营养素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共同作用 因此,将鸡汤视为增强免疫力的万能钥匙是不准确的 鸡汤的风险、脂肪和票令含量分析 尽管鸡汤被广泛认为对健康有益 但并非所有人都适宜大量饮用 特别是对于有糖代谢异常和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等健康问题的中老年人来说 鸡汤中的脂肪和票令含量是两个不容忽视的风险因素 鸡肉,尤其是带皮的鸡肉,其脂肪含量较高 过多摄入可能增加血脂水平 对心血管健康构成威胁 此外,鸡肉是票令含量较高的食物之一 票令代谢过程中会产生尿酸 过量的尿酸会导致痛风或加重痛风症状 因此,虽然鸡汤在适量饮用时可以为身体提供营养 但对于特定人群而言,必须注意控制摄入量 煮鸡汤时去皮和选择肉质较瘦的部位 可以有效降低脂肪和票令的摄入 同时维持平衡饮食 多摄入蔬菜、水果和全穀物等植物性食物 可以更全面地满足身体对各种养养素的需求促进健康 想象一下,家中有人感觉身体疲惫 或许是抵抗力下降了 这时总有人会建议 来,炖一锅老母鸡汤吧 补补身体这样的建议听起来充满了关怀和传统智慧 但是老母鸡汤真的是万能的补品吗? 在这片充斥着各种健康建议的信息海洋中 我们如何分辨哪些是真正有益于健康的? 镇守健康的守护神鸡汤的真实面目 老母鸡汤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强力的天然补品 其声望几乎遍及每一个文化和社会 然而,其真实的营养价值和对人体的益处究竟如何? 让我们一探究竟 首先,老母鸡汤富含蛋白质 这是无可争议的 蛋白质是身体修复和构建组织的基石 对于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 此外,鸡汤中还含有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维生素B群和矿物质钙,零 这些营养素对骨骼健康和能量代谢都有积极作用 然而,鸡汤之所以被视为增强抵抗力的零丹妙药 并非仅仅因为它的营养成分 研究表明,适量的鸡汤有助于缓解感冒症状 如减轻拥堵感,可能是因为其温热的特性 以及能够增强身体水分和电解质平衡的能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鸡汤可以作为药物来使用 而是作为一种营养支持 在整体健康管理中发挥作用 对于中老年人群而言 合理摄入鸡汤可以作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 为身体提供必要的营养支持 然而,关于其大补效果的说法 需要更加谨慎的评估 由于鸡肉,尤其是老母鸡的脂肪和票令含量相对较高 对于有糖代现异常或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的个体 过量食用可能带来不利的健康影响 科学角度解析鸡汤的补益效果 不仅是温暖的传说 长久以来,鸡汤被誉为增强身体抵抗力的灵丹妙药 特别是在中老年人群中享有盛誉 但究竟是什么让鸡汤成为了这样一个备受推崇的补品 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探究这一现象 首先,鸡汤富含蛋白质 这是构成人体细胞和组织不可或缺的元素 蛋白质的充足摄入对于维持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至关重要 其次,鸡汤中还含有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维生素B群、磷、甲等 这些营养素对于保持体内代谢活动和增强免疫力有积极作用 然而,虽然鸡汤提供了这些营养素 但仅靠鸡汤来显著提升免疫力的说法并没有得到科学研究的坚实支持 实际上,增强免疫力的过程涉及到复杂的身体机能 需要多种营养素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共同作用 因此,将鸡汤视为增强免疫力的万能钥匙是不准确的 鸡汤的风险、脂肪和票令含量分析 尽管鸡汤被广泛认为对健康有益 但并非所有人都适宜大量饮用 特别是对于有糖代谢异常和体循环动脉血压增高等健康问题的中老年人来说 鸡汤中的脂肪和票令含量是两个不容忽视的风险因素 鸡肉,尤其是带皮的鸡肉,其脂肪含量较高 过多摄入可能增加血脂水平 对心血管健康构成危险 此外,鸡肉是票令含量较高的食物之一 票令代谢过程中会产生尿酸 过量的尿酸会导致痛风或加重痛风症状 因此,虽然鸡汤在适量饮用时可以为身体提供营养 但对于特定人群而言,必须注意控制摄入量 煮鸡汤时去皮和选择肉质较瘦的部位可以有效降低脂肪和票令的摄入 同时维持平衡饮食 多摄入蔬菜、水果和全穀物等植物性食物 可以更全面地满足身体对各种营养素的需求促进健康 作给者们的电脂肪四个流程 第二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